我叫尿酸,是你们身体内一种生化物质,和你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,不过也是一个没有太多作用的废品。 现在我来自我介绍一下,我是人体细胞分解出的核酸,在分解代谢中多种票令,通过我喜欢的相关没有的帮助催化和氧化而生成的东西,是人体的自然规律。 如果你们身体对我的前辈,高分子化和氧,代谢缓解紊乱,帮助合成我的煤火性增加,而抑制合成我的煤火性减弱,就会导致我的生存增加,这样我就超生了,票令代谢正常的健康人。 就无此担忧,我还有许多外来的伙伴,是从你们的嘴巴里吃进来的,他们要在我在身体里的20到负30%,我的增加,有许多就是食物惹的货。 当然也是因为代谢的紊乱,在你们每天吃的食物里,有许多富含我的上一代,票令,他们通过上述代谢虚导,就会生成许多我,尤其是海鲜姐姐和动物大哥的内脏,以及斗类。 要是你喜欢喝酒以醇,那也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,他在结果上和我很相似,我在脱轻分解过程他会抢我的道,这是我不易流畅排出而滞流,唯有三分之二以上,都是从你们的灭尿系统,肾脏这个门走出去的,因为你们肾脏给我开的门,肾欲本来就小。 所以要是你的肾脏功能出了问题,把门再关小,我就只好留在你们身体的血液里,这不是我调皮不想走,是你身体对我的挽留,我当然出去的就少了,对了我忘了,你要是过于疲劳或休息不足,会导致我的胆息迟缓,我也会滞留在你的体内。 据说我在人体的增高还有遗传性,也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,说是一些没得遗传基因出的问题,居然人体还有这个毛病,你可不能怪我,我在身体率增高,你们也不必害怕,只要重视积极处置,我也是会配合你们的。 一是你要多喝水,每天要喝两千毫升左右,我不就能较快给你的尿液移带出去了吗? 二是如果你的肾脏有问题,你就赶快请医生对诊,三是如果是因为你吃进来的,你可就要好好管住嘴,别忍不住贪吃贪喝,否则我那些同伙就会大量入侵,其实我也不欢迎他们来,但我有什么办法呢? 只能靠你自己了,四是注意休息和运动,出出汗,我也能走出去一些,但我也要向你提点忠告,如果增高你不积极处置和,会产生后患的,因为我在血液里无所事事到处流荡,当在关节的软组织里流动不畅时,就会乐意的流下来聚会,造成你的许多关节肿胀,压迫了你的神经,就会让你很痛。 在衣食上这叫痛风,另外,我在肾脏不断的在过滤,吸收等循环,也会因一些因素干扰而现圆形,形成结晶,会堵住肾脏排泄通道,造成极心肾衰或形成肾结石,就是说,我也会造成肾疾病,我在你们身体里是多余的垃圾, 我的字数,让你大概知道了我的来龙去脉,如果在身体里多了,只要重视,抓住我的短处,把我请走,我是不会对你产生伤害的,告诉你那么多关于我的秘密。 祝你健康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